这个中医只用两味药就治愈了重症患者 中医叫做邹燕锦 是江苏省中医院的一名医生 画面上这个正在搬货的小伙子 就曾经是邹医生的患者 你能想象到身体健壮的他 以前得过严重的肾衰竭吗 小伙名叫黄武昌 在他14岁那年被医院诊断为肾衰竭 医生告诉他 药想活命只有换顺这一个办法 但是家庭贫困的黄武昌 交不出如此高昂的手术费 黄武昌和家人一度陷入了绝望 难道这位年纪轻轻的小伙 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吗 不愿放弃的黄武昌 想尝试一下中医 就这样黄武昌遇到了邹燕琴 而邹燕琴仅为他开出了两味中药 也就是这两味药保住了黄武昌的肾 如今30岁的黄武昌早已成家立业 还有了三个孩子 邹燕琴除了对治疗肾病颇有心得外 他对疑难杂症也多有研究 来找他的病人 很多都是其他医院治疗不了的 疑难杂症患者 可邹燕琴总能把他们治好 有一次他接诊了一位西安的患者 一见面该患者就哀声叹气 他告诉邹燕琴 自己被病痛折磨了很多年 看过无数医生都不见好转 希望邹医生能给他带来希望 邹燕琴诊断后告诉他 你的病不难治 别有压力 本来以为邹燕琴的话只是安慰 却没想到喝了几个月中药后 这位患者竟真的痊愈了 如今邹燕琴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 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中医事业 他所开发的科研成果曾获得国内多项大奖 他的著作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中 2017年他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中医在不断的发展 他不光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也为无数的患者带去希望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位国医大师是怎么为患者带去希望的吧